隔夜茶能喝吗? 隔夜茶不建议喝 客观而言,只要隔夜茶没有变质或落入灰尘和飞虫 一般对人体没有危害 但是,隔夜茶会不可避免地丧失一部分营养物质 且若放置不妥当,还会出现变质 对人体健康并无益处 因此,从营养和健康的角度来看 平时不建议多喝隔夜茶 隔夜茶的茶,一般是指普尔、龙颈、大红袍等泡出来较为浓的茶 专家建议,浓茶尽量不能隔夜喝 且泡茶时需用开水过滤两遍 这主要因为茶在采摘与运输过程中被人工污染 而对于大多数年轻一类人群而言 他们大都喜欢菊花、茉莉花、枸杞子之类的清淡植物茶 这类茶叶隔夜喝不仅不会对身体造成影响 反而会对身体有一定帮助